消息指新增大約350宗新冠病毒個案 初步確診暫時有大150宗 屯門大興村興平樓維蜂強檢兩天 早早完成行動 發現有13宗初步陽性個案和2宗不確定個案 大興村興平樓昨天因為找到初步陽性個案 要延長維蜂強檢多一天 原定早早8時半完成行動 有居民等了大約半小時仍未解封 知不知道發生甚麼事 到早9點多 工作人員核對資料和檢測結果後 居民陸續獲准離開 挺好、挺開心 可以上班了 今天第一天睡覺 所以比較擔心自己出不去 幸好剛好他可以解封 但消息很混亂 完全不知道自己何時可以離開到家 走一個圈 因為運動指標連續三天都已經達不到水平 走一個圈 截至凌晨1點 當局為5388人次檢測 當中發現有13宗初步陽性和2宗檢測結果不確定的個案 而早前已有14個單位26名市民檢疫 興平樓大約有1400戶 部分樓層和座向的居民早前已撤離檢疫 當局星期三撤離2021室單位住戶 之後19和42室單位懷疑有垂直傳播 全部相關單位住戶要撤離 9、10樓的部分住戶也懷疑有橫向傳播 兩層的13至24室住戶全部撤離檢疫 無線電視機就在《陳出刊》報道